最慈悲的佛法就是 今在神明电视台 愿时间快乐多过于悲伤 愿时间温暖多过于孤单 愿时间光明多过于黑暗 愿时间和平多过于挣扎 愿时间让人替代了责难 愿时间谦虚多过于浅满 愿时间慷慨多过于贪婪 愿时间良善多过于泄然 愿天空保佑最初的未来 愿星凉入海被点点拖垮 愿生命虽然聚散虽欲缘 愿无道会关 OM TARE TU TARE TU RE MAMA AYA JIA LA PUNYA PUSHTU KURU SOK 好 各位阿弥陀佛 各位记住 从小你就会笑了 因为你喜欢人 你喜欢众生 所以我们是慈悲之业定个规矩 不笑的请退位 因为你不喜欢人 你还会找别人麻烦 所以我想这一点真的 从仁波切身上讲 他年纪那么大 所以就像各位你看我牵着他手 我跟仁波切不是我牵你手 是你牵我手 他一定要把我转他牵的 他一定要的 我每次等他 然后一边走就把他手放在他的脸 把我手 我就很不好意思 电梯一直到上面 因为这个是自然的 这个并不是对谁 因为我在电梯里面看他 他每一个都是这样 那我想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一种修行 它已经变成我们叫无虚伪的悲心 这一点我们要学 当然我看到很多老格西老康布 有这个特性 这是我当初喜欢上去参加他们法会 因为他们都把我安排在这些老格西老康布康边 他们看到我们互相就像小孩子一样摸来摸去这样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 所以他们在这种 因为就在修 这些老上师他们修菩提心的都是这样 当然如果我碰到年轻的活佛又不一样 就好像格格不入 为什么 因为他们时代不一样 当然我认为这不是对跟错 这是年轻跟老的 因为他们 等一下 悬熟利他 刚才各位记住要背 净化我指 悬熟利他 他已经习惯了 就是要给别人快乐 我对你好 所以就像我们 赞日法师跟伦伯切吃饭 事实上我们 盘子里面也有 但是他觉得这个好吃 他每一个都要给一个 然后你 你不收也不行 反正他认为这个好吃你就先给 他一看到水果盘 就先给你 所以 因为他这个是一个 一个已经习惯了 也就是说 当然各位能够清净善知识 那这你就会学到很多 所以我刚才在跟赞日法师说 现在年轻人跟老人 年轻人很会看书 很会听课 但是他没有老和尚 老上师的加持 他就会比较骄傲一点了 但是有老上师 老和尚加持过的 所以是做过侍者的 那个个性又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是从实际的生活里面 去学立他菩提心的方法 这完全两回事 所以当然我也希望各位要去 所以我经常跟很多比丘尼说 应该你们也去挑 我也尽量帮你们再挑 你们认识那些老比丘尼 你们好好的去服事 不然你不知道空性是什么 菩提心是什么 你只能学术上的分别 对跟错 对对错 然后一大堆问题 所以这一点 我深深深深体悟 是这个 所以我自己很幸运 亲近法政长老 真华长老 老所讲真华长老 那时候跟我们第一次出国的时候 没人敢跟他睡 因为胸出名的 那就我不知道 他们就 黄居士 你跟老和尚睡 我想怎么是我 因为应该是出家人 原来才知道说 没人敢跟他睡 那就叫我去跟他睡 那我也不知道他凶不凶 他们也没交代 那是他就是对我很好 就是对我很好 我每天看他修行 每天早上他起来就打坐 我会赶快起来 晚上他会打坐 写东西 就跟我讲很多话 所以我之所以能够出家 就是因为 真华长老 黄居士 你要不要出家 缺人 当然我觉得 后来他们跟我说 你不知道真华长老很凶 我说我没被他凶过 他对我很好 因为我跟他的缘分 有一次长老要出家 没办法出家 是我收他 所以我跟他之间的师徒缘 所以我想当然 这个也是个缘分 那至少我看到的是 长老好的那一面 我从来没有看到 长老坏的那一面 所以在这一点 我师父也是如此 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就是说 我们讲菩提心也好 讲小我子也好 必须在这种人群里面 在这种去修 千万不要孤立 不要孤僻 不要有小范围 所以最好你是每个地方 乃至每个单位都要去 就像我现在还在练习 我只要出国红房 到任何地方 我一定要微笑 不能怎么办 海盗法师能够板脸 然后就要亲切 所以每次从厨房进来 那些帮忙于公 他们有些顾问 要这样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我想就像刚刚批语的 我执中的小孩子 不愿意接近人 所以甚至对父母会害怕 对别人会害怕 那这一点你要观察你自己 观察你自己 所以没有我直的小孩 乃至累结修行的 这些顿跟着 一出生他就喜欢 喜欢人喜欢动物 他看到就笑 真的有很多这种小孩 所以当然很多小孩子给我抱 抱他抱我就说 这个有上根 抱会哭 这个没上根 他爸爸妈妈当然希望 我抱哭 我也不是坏人 但是知道说 因为他的个性 从一抱就知道了 所以当然你可以想到 那些小活活 他为什么 爸爸妈妈把他交给上师 他就快乐了 他就快乐了 他没什么 他没有什么说 我离开这边 离开我爸妈 我会哭 我想吧 没有这个事情 这个就是 他天生了 而且他跟他们就很亲切了 因为他们是前世的关系吧 那这种个性 我想必须养成 所以刚刚任波威先生说了 要成就菩提心 一定要消除我子 没有别的 所以我子是菩提心的敌人 有菩提心就没有我子 我子一升起就没有菩提心 那各位就很简单 那修行就很简单了 那什么叫我子 那就是我们生起了无毒烦恼的时候 甚至排斥众生的时候 当你不喜欢这个人 一缓头走的时候 那时候你就没菩提心了 所以我们只能说 被拒绝的时候还在笑 所以麻将赌到最输了 还在笑 因为你没有 这个习气你没养成 当然刚才任波切讲得很合理 三大阿僧奇节不是没有 只是各位要认为说 我们是很有福报的人 老实说今天可以亲近 感谢任波切 各位福报大不大 简直说太大了 已经修完两个九阿僧奇节了 就微笑一点吧 你就快乐一点吧 你就不懂得计较吧 所以那你有这个福报 那你为什么不赶快 赶快就把那个假面具 就放掉就好了 计较啊 对立啊 啰嗦啊 孤僻啊 因为这个我子一生起 你就是魔了 我子叫魔 菩提心叫佛 就是这样 所以我想各位 这一次会把任波切讲得多了 他们会完成了翻成文字以外 那我们亲自在这边听的人 更有福报 所以我也会请他们整理一次 翻译的 所有的 从头到尾一个录音带 一个中文的 那我想对你就很方便 你时时刻刻放在手机里面 就拿起来听 当作今天要死了 我要听一下 那在听的时候 又会充满发喜 那当然各位 如果这样 你应该请一张任波切的相片 就摆在你的书桌上 对不对 随时看 所以他也是我们一个伟大的上师 叫我们这个窍觉 怎么直接的方法 当然就像我听了很多中阴生叫法 我昨天还在怀疑 今天我就说 对 任波切带我去中阴生闭关吧 因为他很简单的 我看过以后 我完全没有印象 我都觉得 但是一听 有这个加持力 又坐那么近 又对着他 你要去对 对几天看看 这样 然后你一定要得到加持 所以你会觉得说 这是理所当然 所以 当然这也是 老实说 站在汉传佛教会认为 中阴生救度法很困难 所以念佛就好 但是我认为各位你要去 任波切是把我们 这一次讲中阴生 是特别讲的 因为都不在计划之内 因为看到我们的根气 我想很多人都相信 任波切有神通 他心自动 他知道什么教法 对各位是好的 所以 他认为各位就是到了这个阶段 你可以修这个 不然的话 这个救度法 一定要修过大圆满的人 修过大圆满的 等于说入空性的人 那只是说 既然我们是这种根气 那可不就把握这个因缘 再加上 在任波切的加持之下 所以你一定很快的 就能够契入 所以 这个就叫传承的意思了 然后既然得到这个传承 要爱惜他 那当然碰到有缘的 也要把这个传承给他 因为他喜欢修这个 他已经接近要成佛了 你就告诉他这个方法 所以 当然你自己 还是要熟悉 熟悉 基本上也不是 我不认为太困难 不过我只是觉得 像刚才任波切 在回答问题 他几乎每一个问题 都可以上巧方便的 回答得非常的好 而且都是一些很好的窍解 一些生命的经验 而让我们生起很大的伐气 但是我想这个也是苦难中磨练来的 所以也代表他的论证 事实上就是说 我在这边看任波切拿那个灵 因为他眼睛睁不开 所以连手表都看不见 所以他必须很小心翼翼 为什么他不想出一点点声音 去干扰到别人 时时刻刻 维系到激烈 一般我们年轻法师 那个法器不掉在地上就不错了 还要多轻轻轻轻轻两下 多敲几下 所以就像我刚才在上面等 四十五分 我就站在那边一直等 怎么楼下不敲呢 所以讲四十五分 要把四十分就要敲了 因为这个叫维系 这一点我跟卢续长老 卢续长老说 他慢了三秒钟去敲 所以他一辈子都不用闹虫了 所以因为他被打了 打得很严重 但是对老和尚来讲 任俊长老这个叫加持他 所以我师父一辈子都不会忘了时间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些 就像任波切 有时候我出来 他早就 今天我来 他早就在楼下等我 我还在楼上 很不切还没出来 好吧 我都在楼下等 站在一楼等我 要走了 所以因为他永远要提早 他因为他不能让人家等 也不能让太晚 他都要看时间 这个就是立他的心 立他的心 永远 就是站在对方想 不站在自己想 所以当然你可以看出来 墨切福报很大 因为这对许会长的夫妻 他们很认真的在经营公司跟修行 但是呢他很想尽办法的要把它弄好 要来供养任波切 那是有缘的可以在这边修行 所以也很认真的帮我们出处的介绍 对他来讲这边是个净土 活灵活现呢 跟我们介绍 一棵树也叫绿杜母 这样 对不对 那是因为万法为心所现 因为你看不见他 人家看得见 一棵石头也叫马 那这个就是快乐 那你呢 你凡夫 石头呢 那是圣者到处都是佛陀 对不对 一花一草一木一个友情 都是父母 都是未来佛 所以他欢喜 就插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想各位要 要千千万万的去提升自己 就像有一次我去参加大法会 天改来墨切拿一颗米 跟我笑一下 我以为他拿什么大甘露要给我 一看米 他吃得好甜 一颗米 所以 因为 这个就是他的欢喜 特别讲到这个天改人 不切 我特别讲 我讲中文 他回答藏文 中间不用翻译 因为他知道我讲什么 但是我不知道他讲什么 所以 这个我才知道什么叫他心通 我要问三个问题 我都还没讲 他就一二三全部讲完 但是我要透过翻译才知道他回答我 但是我还没有讲话 所以 怪不得他做 这个大宝法王的金刚上师 传这个秘法 而且他走的时候 他身体都还做的 还做的 完全做的 所以 当然这个就是老修行 但是对他们来讲 他身体糖尿病 然后他要切手指 他都静静了 静静了 所以 因为 有这个肉体 谁都要有这个夜报 当然接受夜报 他是平静了 他一点不会抱怨 他认为 只是我们在旁边的人 觉得 心 很痛 这样而已 但是我们 没办法 但是他是自载人 没问题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当然理论上 我们大家很有福报 如果说你在古时候 你要爬很远很远的地方 才就可以亲近的一位上司法师 给你讲经说法 现在很方便 特别有透过网路 听不懂 没关系 再给你录音带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 一次讯息 一直讯息 但是各位 如果这样讲过来 就是说 你把这一次的课程的内容 都充分了 在你的思维 产生行动里面 成为你的 这一次听了最多 见地 你要知道吗 不变的 放在你 我想你解脱 保证没问题 没有烦恼 这两个字了 那如果你没有 你只把说 反正我听一堂课 到处都是课 那我还是我 那就很可惜 所以当然 在这边 大家要以互相做榜样 我们这个叫 有话前面 叫微笑 慈悲 至也 就是 只给别人快乐 那这个装不出来 我老实说装不出来 假笑跟真笑 差很多的 所以一种小孩子的微笑 叫无虚伪的悲心 就像我以前认识 巴丹伦伯切 他也是这种特质 所以他的徒弟就特别多 其他这么多老格西 都是几位几位 他是一千多位 都是他徒弟 因为每个人都喜欢他 很喜欢他 所以 这是一种天生的吸引力 所以 特别我们作为一个法师 或是各位要做 我们联络人会长 我们这个慈悲 也就是要慈悲 就是要 召感更多人来学佛 因为我们大家都 至少这个 这个单位好处是 无所求 因为钱没关系 对不对 我们还要帮你 我们还要对你好 我们没有这个经济的 任何的压力 那是如何让 别人愿意 一见你就忘不了你 就像佛陀的脸 叫月亮的脸 百看不厌 永久不忘 所以在这一点 可能要 大家花一点时间 实修 实修 当然各种方法都可以 就像刚刚打坐 用一句话形容 叫多爽 对不对 但是会怕 这样 对不对 我那头看表 要不要 要不要 我正想了 正快乐 好了 所以 但是这也 我以前是这样训练 我们以前 打坐的时候 坐了更久 一个钟头 法师一跳 要跳起来 你不能慢慢 你要跳起来 跳起来 马上跑 跌倒没关系 但是你要跳起来 我们是这样训练 为什么 训练你不怕 无畏 因为你越慢起来 你就 还正在麻 没有了 你去残堂 试试看 比军队还净 全部要跳起来 就开始跑 跑三圈 没事了 各位下回 我们训练看看 我们在那边 就这样去 打你 跳起来 这样 等一下逼问你 就是这样 但是我乐在其中 我认为 这个打破强烈 我指我慢 先讲这个 就比较快 对身体 对外力 对你的打击 对面子 对自尊的无损 都可以无损到底 我到现在 还不太敢用 再用在各位身上 我们就剩下 没几个人 所以 但是我 我真的是 被这样训练出来 所以 在这一点 当然各位要有一个决心 才有可能 如果你没有决心 就没办法 你有决心 诸佛菩萨会创造 各种各种的因缘 来 把你磨成黄金 就是这样 这样让你发光发热 所以满你的愿 所以首先你一定要 归命 授权 授权给佛菩萨 就像我们授权给菩提心 菩提心才是我的呼吸 我只是魔鬼 这样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共修 特别各位出家人 大家一起 但是我们联络的人都代表 所有慈悲 志业 这一点 我可能要各位写一张 请大家告诉我 我的毛病 你不授权给我们 我们不敢跟你说 因为大家跟你说 等一下 有得罪 功德主 跑掉了 所以有钱是悲哀 没人敢跟你讲 所以 因为讲了 怕你烦你 所以在这一点 你要有自己 我认为 当我在修行 或是在 原来这个 自我折磨 就是修行 菩提 净化我 真的要自我折磨 而且你还要 就故意去磨练 就像妓女一样 来一个 跟你睡一个 招待你 没问题 不会讨厌 这个要训练的 你还很挑吃 这个我才要 那个我不要 那你就没办法 因为你要普度众生 你只是普度自己喜欢的 那就没办法 所以我想 一己一切 我认为 比如说我的本尊 是律度母 那所有的佛 菩萨 都是我的律度母 那才叫本尊 但是现在人挑了 这个我 我的上师是 改千人默切 所有上师 都是我的改千人默切 那才可以 现在不一样 这个才是 那个通通不是 用这种强烈的分别心去 一子上师 一子法门 一子一个佛 那就更强调你的我 这个记住 所以你简单的说 你对待你的师父怎么样 你对待你的儿子怎么样 你要以完全公平的心去 对待每一个人 这没有办法 不然那你就是分别 你对待佛法 跟对待其他宗教 都要完全平等 所以 那你要 你要这样看 这个大家叫 不饿 进入这种 见地 没有分别 就像山河 大地 一棵花草 石头 都是我们的 都是我们关心的 就像我认识 以前认识一个 老伦伯切 我也在放生 结果我捏一捏 我们洒个水 要跑了 他把头放在鱼缸里面 念老半天 这样 所以他一定要念到 他听到 我都很不好意思 我哪有那个耐心 有两个来复照 但是这个都是我听见的 我觉得我 这个要学 这个你必须从 接近里面去学到 所以我想我们这次禅修 各位要 自己做一个决心 决心 那我现在比较痛苦啊 反正这个团体 好好坏坏 要我决定 这是我最大的痛苦 然后你们应该 自己决定吧 当你愿意 这个里面跟你出家 多久时间都没关系 或是你在家出家都没关系 你愿意承担 这个菩提心的修行 那菩提心的修行 就不会舍弃任何一个法型 仿生啊 燕拱啊 招待别人 送佛经啊 祝念 这个都是菩提心 你不可能会觉得厌烦的 也不会舍弃的 一切法毕竟平等 你愿意 那当然我们就列为 你是这边的导师了 这个你出家多久 在家出家 有钱没钱 没关系 因为我想还是要有这个 所以我现在最大的期望 是各位顶替我 所以因为我希望不在台湾 老实说因为我这个人心比较大 我对每一个地方都当作是 我要奉献的地方 我没有办法 这都是我的地方 这次去试水 我就知道 那个道场也是我过去的道场 别人现在把我建得很好 弄得很好 都是我的道场 简单的说 对方是为你而建 就是这样 为你而做 所以 但是这是我过去的缘分吧 所以我现在就在 当然这一次我也是这样想 所以故意趁仁波切才 因为各位要 各位到去美国 可能远了吧 所以特别特别要求我们会长 也特别拜托我们 我们仁波切的最大功德主义 颜基士的亚里 给袁秀英 叫他讲一下嘛 就给个七天嘛 所以 因为 颜秀英这两天还跟我说 因为仁波切这次玩意要回到 亚里桑那的山上的道场 这是他的根本道场 去了你就知道了 根本道场 加持力太大了 我想各位 因为 亲近 善知识 所以 你会得到很大的力量 所以一切 不离 虔诚的信心 这个要记住 当然 我就我个人 我也很喜欢 找很多善知识 给各位认识 因为我觉得 太好了 因为善知识 也不分在家出家 因为善知识 他就是对我们有帮助 都叫善知识 也不见得 他是佛教徒 但是因为 对我们的 断卧值 有帮助 非常好 那我想 各位当然 要有一个 一个责任感 佛教的希望